今年月饼市场国潮风盛行 孙式月饼 金式月饼 广式月饼 滨式月饼 哪种口味是你的最爱 不同的月饼传承背后又有怎样的文化密码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中秋节连届国潮风席卷月饼市场 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浙江金华市物城区的这家店铺里 板满了各式设计精美的国潮月饼 工作人员介绍 眼前这个花朵造型的月饼 每一半花瓣都是手工捏制完成的 我一朵花最起码从初始到成品要15-16分钟才能做这么一朵 一盘可能一整天都还做不起来 而在丽水市中心医院 工作人员将月饼与药膳相结合 创新推出了黄金月饼 主要的原材料一个是我们的黄金钥匙同源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灰藻 去核的灰藻 再一个就是我们手工熬制的豆沙 它主要的话就是健脾 益胜 补气 除了造型和口味主打国潮风 不少月饼的外包装也是国风满满 在杭州渔航平遥老街的这家店里 金猴揽月 联名礼盒吸引了不少人注意 打开内配的玩具材料套装 一贴 一挂就能拥有一盏精致的番花灯 上面几只小猴子抱团捞月 趣味十足 浙江杭州这家百年老字号企业 今年创新推出了西湖龙井流星 连安山河套等江南四美月饼 结合国潮设计的包装 一上市就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首先我们是有专门的一个生产计划部 来进行整个自生产计划的一个调配 同时进行一个科学接单 各种单子进来 我们进行一个科学的排单 进行一个生产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的一个接单量 包括我们的生产量都已经进入高峰 同样是在浙江 台州市的一家老牌月饼企业 为了迎合年轻消费者的品味 把国潮送运 台州文化 巧妙地融入月饼礼盒的设计之中 通过自己手绘的方式 把台州的一些在地文化 通过我们3D的一个展现效果 展现形式 比如说国家集飞以温宁的大座古 天台的和和二仙 然后我们通过流星月饼 把台州的一个建筑和美食 给它融合进去 我们自己手绘了九个地区的一个插画 那我们不仅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 比如说天台的国庆寺 林海的古长城和交江的大城岛 仙居的杨梅 黄岩的蜜菊和三门的青线全部融合 浙江各地的国潮月饼都属于苏式月饼 它的发源地是江苏省的无锡市 许华东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收集古菜谱 他对苏式月饼名称来历的解释 大大出乎了记者的意料 在我收藏的这个有一本师傅 就是千代的原美的一本随原师丹 它上面记载了一个叫刘芳伯月饼 那么它这个月饼的制作方式 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苏式月饼 它里面是这样说的 用山东飞面做苏为皮 那么我们江苏的这个苏式月饼 最早的这个名字不是苏浙的苏 而是苏松的苏 后来就在这个慢慢的引面当中 把这个苏皮的苏变成苏州的苏 这种外皮很苏松的月饼 流传到苏州地区之后 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 慢慢地在这里形成的月饼 一个很重要的流派 所以后世也就以苏州这一地区 来命名这种月饼的制作记忆了 江苏的这个苏式月饼 一个是用纯手工 原料讲究这个新鲜 然后不用模具 烘焙的方式有口有烙两种 口味有咸甜两种 像这一张就是各式月饼 你比如说上面这个 可能一看就是广式月饼 广式的 这个就是属于它这个 画边装饰的比较精彩 对对对对 就是模具把它给刻出来的 就是 那这个呢 这一块一看就是苏式月饼 为了品尝最正宗的苏式月饼 许华东带记者来到了 湖西当地一家做苏式月饼 有悠久历史的老饭店 这家饭店的顾晓师傅 做苏式月饼已经快三十年了 每年的中秋节前夕 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顾师傅告诉记者 在江南地区 白果月饼是最传统的 苏式月饼的种类之一 这是金橘饼 这个是具体是怎么 就是那个小橘子 对对对 金橘 金橘做的 红丝绿丝 是拿那个冬瓜 冬瓜 对 这个是糖冬瓜 这是也是用冬瓜做 葱仔 葡萄干 葡萄干 这个呢 这是南瓜子 南瓜子 对 这是核桃仁 香油 白酒 香油和白酒 顾师傅告诉记者 这些食材 就是白果月饼 最传统的配方 把这些果仁 按照比例放入盆里 加上白糖 香油 白酒 再加上猪油 充分搅拌均匀 用手团成球状 白果的馅儿 就制作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先 和油面 要做月饼的饼皮 对对对 做饼皮的 顾师傅介绍说 和油面 使用的是低筋面粉 猪油和棉白糖 猪油在这一步 主要就是在面粉里 起酥的作用 酥是月饼的饼皮 要使用两种面 另外一种 就是油酥面 这一步活面 只使用面粉和猪油 很讲究那个层次 里面就是一层一层 烤好了以后 你吃的时候 就里面有一层一层 非常酥 非常松 那种感觉 把油酥面 揪成面剂子 包在低步 活好的油面里 擀成面片 再团成卷状 之后 擀成圆饼状 这个有一个 关键一点 就是收口 一定要收紧 包的时候 要把它包得 均匀 没有收紧 里面油酥 就容易露出来 露出来以后 它的层次就乱掉了 下一步 用擀好的圆饼 把馅料包在里面 收口 一定要收紧 在收口的地方 用一张油纸贴住 用手敲成圆饼 苏式月饼 就成型了 这个油纸的作用 就是烤的时候 这个反面 收口的地方 不会裂开来 因为是纯手工制作 没有借助模具 所以 每一个师傅 做出来的月饼 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而苏式月饼的制作工艺 每一步 都是前人 一带一带 手把手地传授下来的 歇火相传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这个图章 顾师傅告诉记者 这家饭店 从创办之日起 就使用的是这个图章 苏式月饼 它有个传统 就是做完了以后 这上面就要盖个章 你是做白果的 就是白果的 做椒盐的就是椒盐 做豆沙就是豆沙 每一个月饼 它的上面有一个章 这样子就是 可以区分开来 我们老百姓买的时候 吃的时候 他都知道是什么馅 豆沙馅的苏式月饼上面 别出心裁的 用一个八角盖章 也体现了月饼师傅们的 独具酱蟹 做好的月饼 入烤箱烤制15分钟 一锅热气腾腾的 苏式月饼出炉了 首先这个外形非常的 这个圆有点像小谷 中国这个传统 这个小谷很饱满 然后设置是白脸透黄 表面它烤得稍微 有点那种金黄色 你先一闻那种香味 果仁的香味 跟咱们用的那种 茅台酒的香味 对对对 香味的层次感先出来 对对对 酥皮的层次感觉非常的清晰 对对对 然后层面又非常的多 真的是中国这个 有个大文豪苏式 讲过一句话 小饼如嚼月 中有苏和仪 它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苏式月饼 恰如其分的就是 表达的就是如此的完美 也为起酥的原因 许华东建议消费者 在购买苏式月饼回家之后 要用烤箱稍微加热一下 这个时候吃口感是最好的 把这个五人烤热出来以后 到现在还是表示 这个很松脆的感觉 对对对 不像其他的这个月饼 然后像卵料以后 五人啊果仁啊什么的 就是卵料的 没有这种松脆香味的这种感觉 接下来 徐华东带领记者 来到了无锡的阳山镇 据说在这里可以找到 无锡本地的农村月饼 当地人叫做麦饼 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 无锡阳山的这个大麦饼 然后这种是油酥饼 这种是糯米饼 这种三种饼 那么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这个大麦饼 这个历史非常悠久 然后一直是我们无锡农村 就是每年终于十五 必须要吃的一个 芋饼 在无锡当地有一句俗语 八月半 唐馅卖饼获离汉 说的就是 在中秋的时候 阳山的家家户户 都有做卖饼的习惯 这家商铺 在无锡地区非常有名 制作出来的卖饼 一直供不应求 所以在制作工艺上 也做了一些改良 采用了现代化的烤箱制作 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阳山的普通老百姓家里 还是采用土造大锅烙的方式做 还专门给我们寻找了一家 正在做卖饼的人家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 因为过去农村条件有限 所以卖饼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 用的原材料也很简单 这个是切枝油 黑芝麻 这个是泡蛋粉 放下去了之后呢 它只有膨 它还是需要发一下的 嗯 要发一下的 在面粉里加适量的泡打粉 撒上芝麻 倒入菜籽油 再加一定比例的温水 活成光滑的面团 这个馅有第一个 以猪油为主 猪油 排糖 香葱 它是有比例的 麦饼另外一种常见的馅料 是芝麻馅的 先把芝麻炒熟 炒熟之后呢 把它打碎 打碎了呢 再把 呃 有一定的比例 再放糖 进搅盘 搅盘之后呢 它又甜又香 吃起来口味好 这位师傅告诉记者 在阳山这边 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麦饼 美家的口味又不太一样 师傅说欢迎 就在于这个馅料的调配比例 而这个就是美家的不传之秘了 把火好的面擀开 包上两种馅料 再擀成圆饼 在柴火烧的大锅里 两面烙熟 香喷喷的麦饼就出锅了 味道怎么样 香味 就是像当你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是一模一样 那最好 我感觉 正是因为吃到像这样的月饼 才感觉到中秋这种团圆幸福的 一种味道 融入到这个大麦饼那里了 在无锡市的一家商场内 记得看到 金黄色的外皮 小巧圆热的外形 标志性的红色艳章 还有热腾腾的香气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品尝购买 无锡人本身也喜欢这种 吃这种苏式月饼 关键是家里面的老人 小孩都喜欢吃这种 它是现做的又是这种 所以我想买一些给家里面尝尝吧 以鲜肉为馅是热炉月饼的特色 对于很多无锡人来说 热炉月饼是中秋节最有代表性的食物 如今它又凭借着独特鲜味的味道 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前来购买 相比于其他地区的月饼 无锡这里的热炉月饼 外皮馅料的制作都非常有特色 口感自然也独具风味 它是口感非常好 它热的时候口感非常好 因为它表皮比较酥脆 这样的话尝上去的那种酥加鲜 加肉汁的味道它就比较好吃 和江苏无锡相距500多公里的浙江苍南 每年中秋前后 当地的特色传统名小吃 乔端月饼深受大家喜爱 这里是温州苍南 与大家寻常见到的小月饼不同 温州苍南乔端月饼大而厚实 像这样一个大如脸盆的月饼 每年中秋前一个月在苍南 销售量达到了300万枚 乔端大月饼深受喜爱的一个原因 就是与其他月饼采用熟馅包制不同 乔端大月饼馅料采用生馅制作 包含挤标肉 瓜子仁 蛋黄 核桃仁 花生 香葱等 最后还要在表皮上裹满芝麻 除了皮薄用料扎实讲究 乔端月饼还讲究三分做七分烤 成型的月饼要经过280摄氏度高温烘烤 刚出炉的月饼中心温度有170多摄氏度 这样才可以达到里外香脆的最佳口感 相传 古人省月后 根据眼观月亮大小制作出乔端月饼 并沿用之间 看起来天上的月亮也那么大 大概25公分左右看起来 按照我们的肉眼来看 但是这个月饼做出来也25公分左右 看起来金山山的铺满芝麻 也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洋洋满满和家方的团洋 相较于南方月饼的细腻与精致 北方月饼则显得厚重与淳朴 作为北方月饼的重要代表 金式月饼自成一体 别有风味 这北京人最爱吃的月饼 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月饼 是传统的金式月饼 而馅料呢 老北京人最喜欢吃五额馅了 为什么北京人偏爱金式月饼 传统的金式月饼 究竟有多少个品种 他们的做法和口味 老地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家 北京道香村店看到 连近中秋节 这里一大早就来了 不少消费者动卖月饼 经典的戴尔庄自来红月饼 不到一小时就所剩无几 那么自来红传统月饼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为此记者来到了 北京的一家食品厂 这家工厂技术部的谢道云 师傅告诉记者 他们工厂每年会生产 自来红 自来白 提将三种月饼 谢师傅告诉记者 因为自来红的工艺特殊 所有工序都只能用手工完成 为了让记者更清楚地看到 自来红的制作工艺 谢师傅在他的实验室里 完整地演示了一遍 熟面粉 桂花 棉白糖 冰糖 青红丝 西瓜子仁 核桃仁再配上香油和转化糖浆 是调配自来红馅料的所有原料 做饼皮要用的是中筋粉 但是和面却不能用太多的水 而是用色拉油加上香油 加上适量的白糖 用开水调匀 谢师傅说 和面的软硬全凭多年的经验 和好的面团用保鲜膜包住 饧十多分钟 趁着这个时间就可以做馅了 像揉面一样揉馅料 直到馅料很容易捏成紧实的球 就可以了 25克的馅配上31克的皮 面剂子需要擀两次卷成卷 面卷擀成饼皮 包上馅料 自来红就成形了 最后还要盖上圆圈张 扎两个小眼 不过这看上去都是白的 为什么要叫自来红呢 谢师傅说 不用着急 烤制之后就明白了 这火面火大概在250克 底火大概220克 经过烤制后的自来红 白皮微微发红 上面的圆圈也变成了红色 谢师傅告诉记者 传统的自来红饼皮很硬 馅料也硬 吃起来比较费劲 经过多年的改良 如今的自来红表皮变得酥脆 馅料的口感也酥软了很多 其实自来白和提江月饼 也都顺应消费者的要求 口味做了很多的调整 它因为不像广式月饼那样 馅特别大 我们这个馅和皮 它比例我们采取 基本上是1比1的一个状态 吃到皮的酥松 也吃到馅的甜美 郭厂长告诉记者 他们还推出了一款 体现老北京特色民俗的 兔儿爷月饼 立体的造型 配上传统月饼的口味 显得更有特色 记者在这家食品厂了解到 番茅月饼这里并不生产 这老北京番茅月饼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在市面上始终见不到呢 经过多方打听 在北京丰台去了一间烘焙教室里 记者终于见到了 番茅月饼的真容 番茅月饼一个是比较传统 还是比较有一些技术难度的 因为要去包油开酥 还要做出那种像羽毛一样的 那种番茅的那种酥皮的质感 其实手艺是很好的 张超老师告诉记者 番茅月饼其实是由 酥式点心演变而来的 一种精式月饼 饼皮的工艺比较复杂 制作番茅月饼的饼皮 需要两大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用高阶面粉 和低阶面粉做出油酥皮 第二个步骤是用低阶面粉 加入酥油和猪油做成油酥 油酥皮搭配油酥多次感制 做成番茅月饼的饼皮 最后包上五折的馅料 纯白色的番茅月饼 包好后就可以放进烤箱烤制了 170秒后烤大概35分钟 烤好的番茅月饼 饼皮洁白酥脆 轻轻一碰表皮 就会一层层脱落 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 内含加馅的食品 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出现 苏东坡有小饼如嚼月 中有苏和仪的食具 而如今的首都北京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绝对不缺少新奇特 月饼的新奇口味从出不穷 大炸蟹醋猪 榨菜鲜肉 北京二锅头巧克力榛子 酸奶口味等等 真是万物皆可做月饼 除了北方的自来红 提江月饼 南方的苏式月饼 广式月饼 云南的滇式月饼 也是一个重要的月饼派别 云南昭吐的大关火腿月饼 就深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 大关火腿月饼呢 是滇式火腿月饼的代表之一 在原来呢 它叫做硬壳火腿月饼 但是现在呢 它经过几斤变迁啊 变成了我手里的这样 哎 看啊 它是酥而不散 但是呢 我们啊 看到它的这个颜色呢 太想吃一口了啊 嗯 我想看 哇 它有火腿的咸 还有着蜂蜜的味道 这个味道啊 广受我们的广大消费者的喜欢 今天跟我一起去看看 它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吧 老板 这个就是用来做火腿月饼的吧 哎 是的 是的 它用这种高山低烟的火腿 然后做出来的饼嘛 它是香 电视月饼中 火腿月饼是人们最喜欢的口味 它的馅料除了要添加火腿外 还要加甜蜜蜜的蜂蜜呢 我们的火腿经过这个真煮过后 后来嘛 起成口里 起成口里过后呢 必须要添加的是蜂蜜 包形的34克 皮质的42克 如果加起来 我们每一个饼 必须要达到70克以上 电视火腿月饼 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 馅料一直没有变 它的皮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原来的硬壳 变成如今的酥而不散 又要在饼皮里面添加猪油 而且制作还需要特定的制作方法 这个呢 必须要投连到冬雨或拉雨 才能连 连了过后 到第二年到那个夏天家 做冰的时候才可以用 但是呢 它必须要经过半年的时间的转化 转化过来的足有的嘛 它靠出来来到冰 冰皮才更熟 一直能够保持下来的嘛 足有要连黄一点 然后的话 它的冰皮呢 它才更香 更入味 电视月饼还坚持着手工制作 这里的人们认为 手工制作才是一个美味月饼的灵魂 冰了嘛 毕竟你在工人用手 全手工了嘛 肉的制作过程当中 它才能把里面的那个气泡 它才能把里面的空气都挤压出来 挤压出来 然后以后 然后才能有跟着面粉 才能充分地融合 火腿月饼的味道 根植于云南大山深处的乡土 代表当地文化 让人享受到美味的同时 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家乡情怀 过中秋节 人们往往不远千里 也要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明镜需要您的心灵魂